原标题 原落草为寇,劫略为生 直到有一天 他的同伴劫持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妇人 想和他平分 细问之下 竟然发现是刘皇叔的妻子 他可能觉得 自己人生中的转折点来了 控手杀掉了不听祖劝的杜远 下山向官二爷邀功 而他只是想希望 能和大名鼎鼎的二爷同行而已 舍生忘死 可是他只是一个黄金贼而已 二爷要是走一路收一路的山贼 那船出去 是不是不太好了 所以断然拒绝了他 可是他却收了 同样是黄金贼的周仓 后来刘备进一周 廖发终于找机会进入了蜀汉大营 被刘备命不关于守荆州 到这里 廖发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终于可以在自己仰慕的前卫面前大展手脚的 他也确实这样 做了 关羽公襄阳 他一马当先 奋勇杀敌 关羽兵败 他前往上拥求救 面对刘峰的见死不救 他靠头出血 大碰告求 无济于事 大骂出城 前往成都 展开全文可惜还是来不及了 自己仰慕的上将父子 双双被斩首 伐屋期间 他跟随刘备争讨东吴 可是一败涂地 后主登基 料化为非位将决 随诸葛亮北伐 曾杀拜司马懿 夺得其金魁 获大功 诸葛亮死后 继续跟随江为北伐 数次任先锋 我想 这个时候 他的沉寂许久的胸膛中豪情万丈 渴望建功立业的热血 又一次沸腾了起来 虽然这个时候 他已经快七十岁了 可是江为终究无法逆天 鼠探也只是苟言残喘了几年 就被邓爱中会强推 想要诈详的江为也功亏一亏 料化在被押送到洛阳的途中 因忧而死 他见过关于 外走卖城时候的落寞 他见过刘备托古白帝城时候的寒恨而终 他见过诸葛亮武藏元悲风 时候的沧桑 他见过江为 在清文卫战而先将的后主时的吴吏 当他说出 臣等正欲死战 陛下何故先将 的时候 料化或许在他身边 他见过很多人 许许多多比自己有名气的上将 君主 从他们的仇出满日 到最后的遇恨而终 他见过魏蜀吾 从建立到没落 最终被吞没 他见过自己 从一个黄金贼 变成了先锋 变成了非魏将军 变成了狙击将军 最终一遇而死 蜀中吾大将 料化作先锋 每每看到这句话 都非常心痛 他活了八十岁 活过了整个三国 小编每天更心有喜欢的可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